字幕志愿者 李介克 好 来 阿宝你好 阿宝几岁哪里人 台湾人 39岁 39岁 台湾的网友 好 来 阿宝你想说什么 我今天人好多 我很快讲就好了 没关系 你说 因为他讲香港 然后因为 因为习近平 他又在那边说 就是你一开始体验那些 就是帝国两制很好 香港要永远的这样走下去 干嘛 但是就是说 对岸这么强调一国两制 就是希望成为一个示范作用 对台湾而言 我不知道我解读理解对不对 但我感觉有点像这种意思 就是说香港这样运作的不错 那未来台湾也 也有机会走上这样的道路 他吸不希望香港 对他吸不希望香港都一定会有一个示范作用 这个一定会有 对啊 不管之后我们 要给我们的一国两制跟香港的也不一样 当然细节也可能不一样 但是他都希望有个示范作用 他试着端住这个方案 想让台湾这边愿意接受 但是其实就卡在说 台湾明星愿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 你看我讲台湾明星愿不愿意接受 你一个要嘛就是对岸过得比我们好 或香港过得比我们好 好到很明显嘛 让我们很羡慕 那我们当然就会考虑啊 那第二种我之前讲的 我们如果自己穷的受不了 那中共有本事把我们弄得穷的受不了 我们自己自然会去求他们来统一我们 什么方案都可以讨论啊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又没有过得很非常非常的糟 那我们就 如果你现在要问台湾人说 要不要接受一国两制啊 他们会觉得我何必咧 对不对 所以像你今天标题 我就觉得你直接改个问号 如果你改个你用据点 然后我们台湾人就很像前面 一开始前面几个call in 那为什么突然马上要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嗯嗯 但是你明星的改变 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没有那个是我对一个未来的一个 一个预看嘛 对预期嘛 那他他跟这个个人主观的意愿是两回事嘛 哦 那这个也是你的论述也是主观嘛 我说你的猜想 反正就是主观嘛 也是一个主观 对啊 对啊 嗯 然后因为你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就不是会让台湾人向往 对啊 我想明星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客观的 对啊 台湾的明星要怎么去改变它嘛 那那那现在那那中共可能要想一下怎么怎么改变呢 对不对 你如果香港一国两制很 我讲很成功好了 例如说你得东德被病到西德 东德人可能都还蛮开心的吧 嗯 你讲几百年前那个德州有没有 德州有一个德克萨斯共和国有没有 他去加入美国联邦有没有 嗯 那那我我猜德州人可能也 虽然现在有德州人想那种独立干嘛 但是当年也许也是大家很很开心啊 嗯 嗯 然后 你你你你刚刚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主次啦 就是说 一国两制 我统讲统一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个主次 对一定有个主次 但是 这才是重点 嗯 你你这个如果明讲有个主次 那那我们就更抗拒了 对啊 但是这是重点啊 这是重点啊 我是说你如果要 我们要讲一个明星上是归附的是 是愿意的 那那你强调主次上下还是什么的 就会 大家就会排斥了 嗯 你可以换 例如说他们可以换个奖法 不用讲主次了 对然后从前 例如说 你你成立个两岸合同 又成立个新中国啊 那那也那也不是个 那也就少了可以 可以啊 但是那个新中国就是主啊 那台湾这一区是次啊 还是有个主次啊 那起码 那起码不是共和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嘛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 我我们以前有这个条件可以这样谈啊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这个 我待会讲条件 我跟你讲 就是说 我从台湾人的角度出发啦 我一定是不想被对方併吞的嘛 那你说 都要一起 像刚刚召盛讲说 啊 结成一个国家 结成 结为一个联邦这样的一个国家 嗯 我觉得台湾很多人 他 我觉得台湾人听了可能会有点松一口气 联邦 哦 对 就是说哦 我不是被你并吞哦 结成一个新的国家 共同一加一 我是我们两个一起一起去 像刚刚前面的大陆人说哦 一加一 他们刚刚讲那个 那个老师讲囚犯困境对不对 嗯 你两个囚犯你要 你起码要有默契嘛 嗯 你要真的说 你有这个默契说 我们一起朝着最大利益去前进 嗯 嗯 那所以你你就台湾人的角度 我我跟你统一 那我们好 我们当然都一起 也许整个大中华地区会更 会更强盛也不一定 嗯 但是 我 我当然是我们明心上要能接受这件事情 嗯 但我那就不会是说你单方面来并吞我 嗯 你如果像用一个联邦的方式去 去先用联邦的方式来谈统一 那我觉得台湾人 我们明心也许是不是那么排斥的啊 嗯 然后你想想看哦 像俄罗斯联邦跟车臣的关系 车臣是不是就属于俄罗斯联邦嘛 对不对 对对 那现在俄罗斯在那边去打仗 车臣也去帮他嘛 对对对 那那那你说这样子的关系难道不好 我觉得也 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不过 我觉得这个 这都是以后啦 以后的事情啦 对 然后我再来讲台湾这边 我打个岔哦 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 就是如果 就是联邦的话 台湾这边的明星可能会比较可以接受啦 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有一个死局啦 就是大陆这边的明星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了 所以 可是 可是不用打仗 不是都对双方都好吗 不知道就是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去论述啦 不管未来这个方案 对啊 那举例哦 因为我在你的群里面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 大陆人会问说 结尾联邦 那台湾人反悔了 想要 想要离开怎么办 对对 那 那 我觉得 你就 你 加入联邦一定有签 合约的嘛 签条约的嘛 一定会两国签了一个协议嘛 这个协议就是有效力的啊 那当然大陆人会说 大陆人好像以为我们台湾人 台湾的政团是你 你换个政党就会不移 就会撕毁那个协议 但是其实就我对我们 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 如果是对外签的这个协议 是不会去轻易去撕毁他的 然后再来我讲的最糟的情况 嗯 台湾要撕毁了 你你大陆就来 你解放军就来嘛 嗯 那个那时候台湾更跑更跑不掉 嗯 所以你你那何必去害怕说台湾会 会撕毁这个协议干嘛的 嗯嗯 你你先朝这个方案前进啊 台湾人如果 你合约里面协议可以写啊 50年不变 对对对对 就跟香港一样 嗯 你你你你写那台湾人 台湾人如果台湾真的要跑 要反悔要干嘛 那那个再再来考虑武力的事情 但是前面你起码可以用一个和平的方式 那又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试试看 对 好啦 我我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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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啦好啦好啦 你听听看了太太多假设问题了 我也我也很难跟你讲啊 好那你继续啊 这是你的论述了 是啊 我最后讲一个就是说 你现在观察台湾 我们讲前三大党 嗯 就是民进党国民党跟民众党 对 连国民党都已经很明确的表态说 拒绝一国两制了 哎 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为了选举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就是在走这个路线 就是说我很明确的对外的宣称 对外的说我是拒绝一国两制的 也就是说这台湾三大党已经有很明确的 对这件事情有明确的表态了 嗯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台湾 我我我的 我们如果要在未来跟中共在谈判上有很 比较有有比较 你我们刚才提到啊 条件越来越差啊 嗯实力越来越弱啊 嗯 我们就要去扭转这个状况啊 所以你现在 那既然台湾三大党都已经确定了 对外对中共这边已经是拒绝一国两制了 嗯 那我觉得台湾的选民已经可以 好好的来比较这三大党内政方面的政见了啊 嗯 看谁端出来的牛肉比较好了 既然对外已经毫无争议的都是抗中保台了 那对内就可以来比政见谁 谁 例如说这时候国民党的能源政策可能就会胜了啊 大家 你说国民党是抗中保台 你确定了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现在朱立伦已经明确的在走这个路了啊 已经已经 对啊 民众党的不是吗 我是民众党 但是 你给 国民党扣帽子啊 来你说 不是 没有哦 你去查国民党一中 那个一国两制 他就是朱立伦有这个新政纲 他们是反对的 他们是拒绝的 所以 没有我是要说 你这对台湾而言是好事 因为台湾内部的选民就会去选了嘛 既然大家都是抗中保台 那民进党内政做的烂 那国民党民众党 我应该给他们 尤其我讲能源政策好了 你这三大党谁支持核能的 可能国民党还有点机会啊 那个民众党民进党可能根本就 你不用核能不继续的好好的去开发他 这个核能方面的道路 那台湾路遥能源一定出问题 你光是这一点 选民可能就有很多会愿意去投民国民党了 而不是其他两个党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对中共这个两岸这个目前这个国两制的 拒绝的态度 可以让台湾这个三大党 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大家就可以不用去管 你抗中保台这招就没有用 因为大家都一样 你确定 那再来就是 对啊 就是一定要 你不这样去拼 选举是赢不了的 对 你就是要这样表态 对啊 那然后 然后我这边讲 我希望啊 我认为啊 你台湾如果走上这个路 那就好好把内政 把我们的体制 过去的很多问题都解决啊 嗯 你这样我们 我们才有条件 我们才真的有实力 会恢复一些嘛 然后才能去 你说 未来要跟中共 中共谈统一好了 谈统一方案好了 一国两制方案好了 你才有这个实力去谈嘛 而不是说 我现在放 放国内放 台湾境内 把他放的 就给放给他烂 对不对 然后我赶快去跟中共谈 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现在就好好把内部的问题都 赶快解决 让我们的 也觉得问题 我们国力就可以 强胜嘛 那强一点再去跟中共谈嘛 嗯 然后你到时候 也 我们也不需要去说 我就很反对 民进党 或民进党捏側翼 或媒体啊 一直去抹黑大陆啊 干嘛的 你真正台湾这个 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 要 要立足啊 要强胜啊 嗯 要维持独立自主啊 应该是我 我对大陆 我也不去刺他嘛 我甚至对他很友好啊 像回到马英九时代那样的友好也可以啊 嗯 然后你说要 要不要谈统一 我们可以谈 我们开放的谈嘛 嗯 你不要去 因为你 墙龄在旁边 你要去刺他 嗯 你就是要 你两边都要 维持一个 我们讲灵活吧 灵活一点 像 像很多 那些北欧那些中立国 一样啊 对啊 好啦 这是我今天 一点分享 欸 北欧的中立国 现在也没有中立啊 好啦 人家人家很灵活的换到一些东西的嘛 好 OK 分难 好啦 你最后都要举个 欧龙立国 我这 什么例子啊 好啦好啦 那谢谢你啊 阿包 好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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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